上一期有教大家如何正手直拍来进行双人的一些训练 那么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了 那么这一期我们视频呢 就是要教大家反手如何直拍进行两个人的一些隔板练习 当然很多东西呢都是玄虚渐进 但是大家希望如果是说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希望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来进行如何的训练 当然尤其注意几个要顶 比如说脚下一定要踮起来脚下去找球 第二个呢拍面稳定性 第三个球过完的一个抛物线 那么首先我们通过反手脚步来找球 当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控制拍面的稳定性 因为之前我们在教大家握拍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 反手截击呢要两个手来拿球拍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很稳定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左手拖着右手的走关节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击球点是不是在我的身前 大家仔细看一下击球点是一定要在我身前的 而且脚步得要踮起来 那么下一个我们打球是一定打准呢停区才有效 如果是说打到球拍其他的位置呢 对我们培养球性啊手感啊和控球都极为不利的 甚至有些球就会出现挂网 所以到这里呢大家要积力的去体会一下打准停区的那种感觉 来我们再来 一 二 OK 那么打球往前初击呢都是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的 那么大家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来 最后一点大家看一下 在我保持身体上前或者说上脚去找球 保持拍面稳定性的情况下 我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一样的 对球的一个控制 我们需要的是把球控制到什么位置 而不是说加力量 来 看我们整个十几个球不管是说如何练习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点 我要很轻松的啊 或者是说我要把球回到我的搭档能够很轻松的把球给接住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所以请大家呢把这个列为重点来进行训练 那么在下面的视频呢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两个人 磁拍来进行在场上的一些呢 隔网训练 隔网训练